国防部以果断行动展示坚定决心 绝不姑息分裂图谋 中心网4月28日电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28日表示 近期针对美方的窜房挑衅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 组织了相关军事行动 今后针对民进党当局的谋 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图谋 我们绝不姑息将继续以果断行动 展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28日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柜上 有记者问 据报道 美方个别官员近期高调表示 将坚决履行协防台湾承诺 像协助乌克兰一样协助台湾 持续提升台湾自卫能力 令据台国防部披露 台军为应对大陆威胁 采取训练战备结合模式 验证作战计划与战场建设 并开展联想操演模拟解放军攻台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菲回应称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有关官员近期一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 另有国会议员窜访台湾 企图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 这与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严重不符 毫无信义可言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谭克菲指出 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 致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于不顾 企图勾结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这是彻底打错了算盘 会有越来越多台湾同胞 识破民进党当局编织的 以美谋 毒骗局 认清他们鼠点望祖 背叛祖国的真面目 不做台独分裂势力 以五谋独的牺牲品 谭克菲表示 近期 针对美方的窜防挑衅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空域 组织了相关军事行动 今后 针对民进党当局的谋 毒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图谋 我们绝不姑息 将继续以果断行动 展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